日本隊有接觸的狀況之下 馬來西亞隊的選手就不能做追擊 8號選手有沒有過中線 現場的話你可以看到他在伸手這個過程當中 他嘴巴會不斷的唸 一直到裁判把哨聲響起 他才會停止 這個角有沒有回來 我們看怎麼看點 我們看到這名3號的選手高野玉 在防守上面動防守 這個被吊到了 這個手有沒有回來 過中線 兩分 防守者不會主攻都是等 像這個動作 日本隊這個跳躍也非常漂亮 因為他已經拆著 你就是要蹲在那裡抱他 所以我們在之後 賽事如果遇到日本隊這個6號選手 我們就要瘦一點 所以你不需要蹲那麼低 剛剛那時候好像是跳箱一樣 直接跳過對方的防守選手 然後回到中線 非常漂亮 攻的這個站位都太高了 所以他一旦被包夾的時候 整個人的重心站上 往前 往中線這個衝的力量就沒有 所以他只要遇到兩個 下是由5名的防守選手 應該是 哎唷 哎呀 第二 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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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踩得分線 包括回到主線 接觸分 接觸分 兩個接觸分 技很好啊 所以我們在這個場上 我們都會要求這個裁判 在判決的時候 一樣就是6號選手做跳躍的動作 我們都會請 那裁判給予選手這樣的一個警告 是有什麼樣的作用 或者是說 多次警告之後呢 有可能做出什麼程式 我們警告的時候通常 比較不會出現第二次警告 那兩次會有兩隊的選手 有一些爭執的狀況 那這時候判紅牌的話 就直接判他出場 那現在一對一的防守 當然對馬來西亞是不利的喔 所以現在這邊是被 喔 推出界外 推出界外 所以日本隊成功的防守 換日本隊第三波進攻 一定要 還有10秒鐘 哎唷 回去 他其實應該是已經有踩到得分線喔 沒有那麼有把 想要回去 喔唷 這樣這個啟動喔 是屬於我們站位五號位置的選手 去做啟動 那這個啟動是比較不好的啟動方式 原則上應該是我們畫 很容易這個 日本隊二號選手從後面 對 抓腳 對 因為你重心太高 不管是抱你的腰 或者是抓你的腳 其實你都沒有那個 自動力已經都被 喔 又要逃掉 要逃掉 他認為有兩個選手 碰到他了喔 兩名選手在做防守 有要跳躍耶 回來 打下這一分 來 一對一的幫 好 繞到後面來了 喔 得分線有 喔 得分線有 回去 喔 想要回去 回得去吧 先出鍵 先出鍵 先出到鍵外 然後再回到攻線 所以這個得分線 快點 日本隊員六人防守 後面 哇 你看 日本隊員他們的這個 防守的 左邊抓住 重了防守 日本隊員最後也是 乖乖地走出場外 看 你看 在做完這個 踢腳的動作之後 整個身體 就失去平衡了喔 所以當然是 沒有辦法回來 好 有摸到這個 有摸到 有 有摸到 所以也有馬來西亞 抓 你呃 打 抓人動作也是 思倫敏捷 上來一把抓 對面線 想要回去 但是最後是 沒有成功 好 拿一下 防守成功 抓 我們剛剛抓的這個動作 其實在日本隊7號的選手 他有6號的選手來做進攻 哎呀呀呀呀 回去囉 CMG是突然的場外 三波可能會有其中一波 在做一個休息的過中線 應該是1比1 9號選手過中線 不回去 應該被壓住了 先出界 得分線 想要抓日本隊8號選手 做測試 做破壞 太深 太深 可以深入做 剛剛馬來西亞這個選手 完全都沒有做這個動作 現在日本隊這個動作就做得很好 他一旦做了 往內傾的動作以後 動作算是比較扎實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馬來西亞的選手 他在做1號位置做測試以後 他應該沒有去除 他應該沒有去除 他被襲擊了 對 不過現在看裁判的判決 他 主評判他認定 第一位進攻者已經過中線 然後第二個進攻者 去追擊 就 等於是兩個人都過中線 所以這時候馬來西亞要試1分 然後 日本隊得1分 最後的話就會產生解除人 這時候防守者一定要抓 因為他太靠近你的時候 你不抓他 你就會被解除得分 好 這個 要上去壓了 Rona 4分 對 兩個選手都有碰到 兩個選手都有碰到 這是一個很好的保護的動作 馬來西亞第三次的進攻 踩了得分線之後 想要回去 回不去 哎呀 回去了 這個又是 一個 輔助會的這個 兩個的手 放開了 所以中 然後最後幾秒鐘 得分機會 應該要回來 最後一秒鐘 回到自己的場內 不過 這場比賽時間 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因此 中場 日本隊就是以 56比 15的比數 相當大的 比分差距 擊敗了 馬來西亞 出發 看 那麼 對 音樂 我們